小哥在无意间记录下了这一家五口调皮又可爱的画面 也让很多人真正认识到母爱的伟大 熊妈妈带着四个熊孩子 过马路崩溃到极点 路上的汽车自觉排成一排 安静地等待着他们 面对这四个不听百能的熊宝宝 妈妈只能一个接一个叼着他们送到马路对面 调皮的熊二 蹦蹦跳跳跟在妈妈身后 顺利抵达了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熊三见妈妈和哥哥都不见了 干脆丢下弟弟独自朝着妈妈的方向奔去 熊宝宝看着有些害怕 竟然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没有一个铁皮盒子 按喇叭催促他们 很快他也成功穿越 朝着妈妈的方向欢快地奔过去 现在就剩下这个年龄最小的老四 妈妈和哥哥们都不见了 熊四终于可以放飞自我 他掉头就往树上爬 牢牢抓住树干的模样 不要太可爱 这回可以肆意地玩耍了 熊妈妈点名之后 发现竟然少了一个宝宝 匆忙赶回来寻找 看到他还在树上玩耍 便叼起他准备离去 谁知独自过马路的熊二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又跟了过来 他可能太年妈妈了 简直成了熊妈妈的小尾巴 熊妈妈叼着老二就要放下老四 而叼着老四就要放下老二 真是一个熊头两个大 熊妈妈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一起打包带走 好在铁皮盒子 一直停在原地等待 看着后面长长的车队 不由感叹 这帮司机的素质真是高纳 思来想去 熊妈妈还是决定带着老四先跑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 心里也是过意不去 聪明的老三也很聪明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同时带四个娃 真是太艰难 顾了东顾不了西 这边又有一个调皮的小家伙 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这可把熊妈妈急坏了 欲试俱坟的心都有了 让我们给这只不容易的熊妈 一个大大的赞 她索性叼住孩子命运的后搏梗子 直接拎了过去 这里人多 看回家我怎么收拾你们